用LAPT取得这个里面的四个字 你就用这个公式 那你取完之后的话 各位慢慢要注意一下细节 什么细节 你会发现它取到 因为它这个是文字内的函数 有没有 LAPT是文字内的函数 所以它取回来给你的 一定也是文字 那文字有个特性 什么特性 文字一定是靠左对齐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是靠左对齐 靠左对齐 所以如果你将来 要拿它来做计算不行 可是你想说 老师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文字转换成数字的话 我要怎么样把文字变成数字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你就要熟悉什么 插入函数之后的话 那我是建议 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你把这个文字内里面的 所有的函数到底能做什么功能 稍微看一下 其中的话呢 你可以在底下可以看到什么 将什么文字转换成数字的一块 不过刚好它不巧 它刚好在文字类函数的最后一个 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 有没有发现 这个函数呢 它会跟你讲说 将文字资料 转换为数字资料 有没有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Value 假如说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把这个资料 带过来之后的话 它会做什么改变 有没有 把这个资料 改变成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 只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把它的前后双引号变不见了 那当然 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有格式 理论上它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是会靠右对比起才对 OK 所以将来 如果你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假如说呢 取得的资料是靠左对比 那应该就是什么 应该就是文字 假如靠右对齐的话 那理论上的话呢 就是一个数字 OK 那其他 当然这个地方 请各位再练习一下 另外底下Lefts 有一个 有一个问题 也许你们回去试试看吧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取得什么 取得它的性 然后呢 它的性别 如果是男生的话 给先生 如果是女的话 给小姐 比如说张小姐 那这个地方 该怎么做 好 OK 那我们这地方的话 就需要用到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的话是Lefts 取什么 取前面这个字 另外的话呢 根据这个 性别 如果是男的话 给先生 这个怎么做 请各位试试看吧 这个答案当然云端白板上面有 不过也许你可以先想想看 如果你可以想得出来的话 那表示应该这个部分就OK了 那 rights其实也是一样 从右边数过来 那另外的话呢 mid 底下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刚刚做完这一题 那 再来的话 底下这个 有一个地方 特别稍微说明一下 从开始取四个字 那刚刚好像有同学练习 插入 当然你用mid 也可以 不过如果你不用mid 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用什么 用Labs 其实也可以 反而这个地方 反而这个地方Labs 似乎比较简单 因为你用Labs 按确定 这个文字里面 取四个字 按确定 但是呢 根本要发现 得到的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后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状况 特别说明一下 表示说 你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格式 是有被变更过 什么意思呢 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特别重要 这蛮重要 以后常会遇到 储存格格式里面呢 它的预设一定是通用的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被改成文字的话 它输出 就会变这样 可是如果说你想要把 这个结果显示出来 只要做一件事情 怎么样 把这个的数值 改回通用 按个确定 OK 但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还没变 跟各位讲一下 还需要做一件事 把游标 放到上面的资料编辑列 再打勾一下 结果就出来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主要是变更它的格式就可以了 因为常常同学遇到说 老师为什么 我输入之后 它结果没出来 反而出来公式 到底哪里出错 主要就是按右键 儲存个格式 然后把文字改回通用 按确定之后的话 在上面打个勾就可以了 OK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思考看看 综合练习 最重要的 如果这个地方 假设我要把什么 把这个综合练习套用什么呢 套用刚刚的公式 就是REPT加LEN 的话 那我该怎么样 把这个前面 帮我加几个零 然后再串接后面的东西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 也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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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